各位看到的這個是就是一套骨 一套骨就這樣被收納起來 那我個人 那我個人是覺得如果 骨沒有收納的話 其實很容易刮到車子那種 還蠻容易刮車子那種 通常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一定會有所謂的彩排 彩排是讓你去知道 就是可能早上的彩排 下午的演出 下午的彩排 晚上的演出 就是要你去知道那個 那個感覺還有音場 現場的風味 所以你要做得多大聲 彩排是必要的 也讓所謂的音控師去知道 你們的整體 好 大家這一首 墮落的主題 辛苦各位 結束演出 準備返回市區 來玉山國家公園 第一次來到玉山國家公園 好漂亮 我們要去這個地方很厲害 然後我現在要近距離去拍 所以我現在不要用GoPro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這一次5赫馬 4點33 這隻厲害了 大拇指嗎 大拇指不要太快 大拇指沒有太力